哈喽 大家好 今天呢 你们看见这是什么东西呢 乡村 乡村你看 乡村开始可以摘了 今天3月28号 然后这个乡村 好像已经都 这是第一批乡村已经长出来了 我觉得这可以摘了 炒鸡蛋吃 然后这个乡村比较好 是这种紫色的 其实他们说这个乡村呢 就是说你可以 有的人就说为了让乡村长 继续长不舍得 全部摘掉就这样掐下来 光掐一个头 对就可以了 然后让其他的 继续留着进行观和作用 但是咱的这个高度 我觉得已经差不多了 就不想让它再继续往上长了 所以说上面的就直接可以 打掉就行了 就可以摘下来就行了 OK 那么我们怎么打 告诉我 那我可以瘦你看一下 对啊就是这样子 哎呦你这样把整个头给你摸了 它还可以再继续长 哎呦你太残酷了 然后可以掰 掰几个就行了 掰几个炒一顿 然后下一次的再 哦 再留着 你说这样的 上面那个 上个这个 就这样整个的 对可以 哎呦 那你这样等奔了以后 它不会还能再长吗 对 那个可以了 哎呦 这个要在市场买可贵了 再掰那一种 就够吃一顿的了 就可以了 就是留着它 留着吃 你发现一次也吃不完 这么多 一次吃不完 摘这些 然后明天早晨炒鸡蛋就可以了 我看看 你看这个颜色 多正 多好看 这些明天早晨炒鸡蛋 然后你掰了以后 它还可以再长出来 哦 对 剩下的还可以再吃一顿 然后呢 你掰掉以后 它就可以再发出来 就从这个头上再出来 对 再出来 真漂亮 这一把 这是早春的第一茬 第一茬的营养最好 很香很香 太棒了 这棵树不是 不是那种紫色的香椿 是绿香椿 绿香椿的质量不如 紫香椿的质量好 但是吃起来也OK了 你看像这个也可以 现在很乱的时候 也可以摘掉了 对 实际上你要是吃不完的话 你是不是烫了以后 放冰室的冻上来 对呀 吃不完的时候 你一个是你可以烫一烫 然后把水拧干净 控干净 然后放冰室里 或者是说你不烫 直接就把它捆起来 弄的一把一把 你一次吃多少 一把一把的 把它放到冰室里 都能放很长很长时间 拿出来都很好吃 对 我们这还有一棵 大的香椿树 这棵香椿树上的很多东西 都没把它弄掉 好像够不着一样 这个需要上梯子 这棵 你看这个香椿 就是不能长得太高 走超高以后 你就够不着了 这个是绿香椿 对 这棵是最早种的绿香椿 绿香椿 那个像上面那个头 我前一阵子就教你帮我打掉 你也没打掉 因为你看那个也该摘了 OK 明年打到 明年就更不行了 你其实应该现在就打掉 你看那个也该摘了 你可以找一个那个 找一个梯子 这就需要摘梯子 然后在上面的那个高的 就枝子 也需要把它打掉 OK 你不打掉的话 你才长那么高 根本都勾不着了 对 像你掰下来的这个 就有点太小了 太润了 然后 然后你上去可以把那个 但是你还需要找一个梯子 把那个大的枝子上面 上面那个枝子需要把它弄掉 要不的话它越参 上面的现在不能卡 没关系的 现在要看它 它就头容易死 死不了 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们曾经有一棵 我们第一棵的那个 这个乡村树 当时呢 我们家的 也来了一个客人 然后他告诉我们 夏天的时候告诉我们 他说 你那个乡村树长得太高了 太高了 让我们砍头 然后把他的头给砍了 说砍头以后 旁边它会长出来 结果我们就听他的话了 然后我们就把头砍了 结果死了 对 长得很高 也有这么高都死了 所以说一般砍这个东西的时候 都等着乡村落了叶 冬天的时候砍 对 冬天的时候 因为什么它是任何树 你要是在旺旺的 它正在春天 夏天 它正在旺的时候 它往上涨的时候 这时候你把他的头给砍了 那这棵树就死了 你看这一棵绿的 你看没有多少 但是掰一下 也是一把 真漂亮 这是绿的 绿村 绿乡村 对 还有实际上很多很多这个乡村树它有个特点 所以你看你没看吗 它是在哪 它在边上它容易产就出来新的小枝 小枝叶知道吧 你像这个 这个乡村 它这个乡村呢 它这个从旁边呢 它就长出来一个小的枝子 知道吗 这个小枝子 然后你用用那个 它底下实际上已经有根了 所以你要一挖一cut掉以后拿走 这就是一棵乡村树 看看这些乡村多漂亮呀 是不是很诱人呀 所以我们也比较喜欢吃乡村树 乡村非常好 乡村炒鸡蛋 有的时候夏天的时候 用乡村来 最好的春吃鸭 对 所有的什么乡村芽呀 什么韭菜芽呀 什么豆芽呀 喝凉面的时候放乡村也很好吃 对 就是调菜的时候 对 很好 好 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连结 订阅转发 点赞和收藏 欢迎大家 浏览本频道 上百个视频 分享美国生活 谢谢大家